我曾经年轻 我13岁就到台北生活 我的第一份薪水只有两千多块 还不是22K 我们都走过贫穷 走过困苦 针对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 也不要把台北当作对异 不然天堂也会变成地狱 我们一定要面对自己 第一个 我们要有谋生的技能 我紧急呼吁我们12年国家 目前所做的全部错误 希望明年能够来得及改好 第二个 我们的技职教育全部被摧毁 我们要强化技职教育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市政府 相关单位 大家合起来为年轻人找工作 就业辅导 就业转介是最重要的 当然大家需要用房子做 我在台北 其实说全台北每一个地方 我都租过房子做 我知道没有房子的痛苦 所以跟大家一样 首先找出很多的闲置空间 立即改做青年公寓 给大家最合理的居住场所 希望扩大内需 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 培养正确的观念 职业没有高下之分 同样的 我会积极做好 孝轻安老的工作 让你们年老的父母 长辈 让政府来照样 让你可以全心全意去寻找你的工作 我们一定要有劳资命运共同体的劳动伦理观念 不要过度强调权利意识 不要一直上太平盛市 希望有更多的休假 没有工作 哪来的薪水 没有薪水 哪来的收入 当然对劳房多放一天假 我知道我们全国有三百多万的劳工 超市他们太辛苦了 但是我们也有另外一群人 没有工作 但是不断地在享受 享受了你父母的收入 我想我们应该要提倡节俭 如果大家有储蓄 有节俭 然后控制